字幕提供 帅啊 帅什么啊 热死了 穿白的比较帅 而且比较凉 你骗人 不然来做个实验啊 走啊怕你啊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黑衣 白衣 黑白衣穿 这个 听到这个题目一定觉得很奇怪 好吧 那我们再解释一下 我们就问各位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是穿白色衣服 还是穿黑色衣服 当然这跟季节有关 对不对 你都知道 好 那我们就用物理的观点 来看待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 这次讲的内容 同学呢 请看一下萤幕 好 你看到了什么吗 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 关键字 有些人注意到了 辐射 我们要讲的并不是什么 有理性辐射 不是那个问题 有理性辐射呢 有理性辐射呢 我们在前面单元已经 跟大家解释过了 好 我们在这边要讲的是一个现象 叫做黑体辐射 黑体辐射 那我们呢 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讲解 好 我们常常听到 夏天应该穿白色的衣服 冬天应该穿黑色的衣服 你觉得这句话是真的吗 你说应该是真的吧 好 如果什么事情都这么理所当然 那我们科学家到底要做什么呢 对 所以呢我们呢 也确实当场做了实验 告诉你 嗯 你的直觉是对的还是错的 好 请大家呢 继续听下去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知道这个问题啊 跟啊 我们就是说到英哥去 买了很多的陶瓷 你知道这跟陶瓷烧摇里面的一些现象有关吗 还有你知道呢 你如果有去看打铁铺 现在台湾呢 能够看到打铁铺真的很少 你知道跟打铁铺里面的一些现象有关吗 如果你不知道 欢迎大家好好的听下去 我们会解释给大家听 我们呢 现在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黑体辐射 基本上 只要物体有温度 它就会产生辐射 在这里呢 辐射指的不是有离辐射 而是指电磁波 实际上呢 学员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 这个 电视上面了 萤幕上面就有一个图 这个彩色的图 你可以看到 红层黄粒氈电子 从右到左 可是呢 红色的右边 还有一块 我们这个是 红外线 紫色的左边 还有一块 我们的是 紫外线 比如说这个是一般的物体啊 它在某一个特定温度以下 它可能就会发出 光电出来 这个呢 大概就是我们 太阳光发出来的 光线的一个分布 我们说 只要有温度 就会发射电磁波 而且呢 它会呈现这样一个分布的情况 我们说这个就叫做 黑体辐射的现象 但是强调这里的辐射 不是放射线物质的辐射 不是有力辐射 而是指电磁波 那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黑体 黑体辐射黑体呢 我们就来想一下 一个呢 镜子 当我们光线 各位应该还记得 我们这个光线就是 好像是带着一点点能量的硬币一样 那它打到了一个反射镜子之后呢 它会完全的反射 因为这个镜子呢 它本身并不会吃掉光线 好 我们呢 还有很多白色的物体 也有类似的现象 当光线打到它的时候呢 它几乎把大部分的光线都反射掉了 可是呢 黑色的东西就不一样 黑色的东西当我们光线打到它之后呢 我们为什么觉得它是黑的呢 因为它把大部分的光线都吃掉了 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物体呢 我们不管发射了多少的光子给它 它都可以把它全部吃掉 像这样百分之百把光线吃掉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做一种完美的黑体 完美的黑体 也就是说什么是黑体呢 不是 你来多少 我就吃掉多少 这就是黑体 好 好 那就像我们前一页就提过的 这个是我们太阳光发出来的黑体辐射它的波长 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研究太阳光它发出来的光线 我们现在呢 这个横轴呢 是指不同的波长 我们呢可以看到可见光呢 大概是从400 这是紫色的光 到700 这个呢 单位叫做奈米 大家都最近都很熟悉奈米这个数字 这是我们光波的波长 所以你可以知道可见光光波波长事实上是很短的 然后呢在700以上的这是红外线 在400以下的这是紫外线 然后呢 红外线或紫外线 人的眼睛都是看不到 然后呢 至于在400跟700之间 这个可见光呢 就是大家平常看得到的 我们说七彩七彩 就是这样子 好 黑体辐射呢 它跟温度是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到这里呢 有很多刚刚的那个图 可是有点变化 我们来看看 我们大概呢 做了一下理论的计算 300K 600K 这个K是什么呢 K就是我们的绝对温度 绝对温度呢 就是我们平常的摄氏温度 大概加上273.15 就是我们的绝对温度 也就是300K呢 大概就是我们的 27度C 这样的一个温度 所以我们来看看 当我们的物体温度慢慢增高 我们可以看到 在300K的时候 它大部分的光线都是红外线 而且呢 你看到这个分布 你可以知道 这个呢 我们已经把纵爪放得很大 我们后面会有其他的图 就告诉你 其实这样如果再 用绝对的强度来比较的话 300K发出来了 这个真的都是红外线 而且这波长都很长 好 那我们看到温度慢慢升高 从300 600 900 到900的时候呢 开始啊 它就有一些可信光的存在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如果看到 大概900K的东西呢 它呢 就会让我们感觉到 它是有点暗红色的 来 再来到1200K 1500K 慢慢的上升 你可以看到温度越来越高 可信光的比例就越来越多 到了 我们太阳的这个 5800K左右的时候呢 这时候 就是平常我们看到的 白天的这个光线的分布 我们在这边呢 特别提供一个8000K的 你可以看到 这时候紫外线变得是相当的多 而且呢 它的蓝紫光相对的比例就比较高 没有错 这时候呢 如果说 我们有一个星球 它的温度呢 是到了800K 看起来的颜色呢 就不是白色 而是看起来是蓝白色 所以原因就是说 它蓝色部分的 可信光的比例 就比太阳光还要多 好 那 我们刚刚 已经跟你讲过了 如果温度很低的时候 它发出来的 这个 红外线 比较多 而且可见光的部分 比较少 而且 各位看这个图千万不要误会 以为说 红外线的比例 好高 好多好多 其实不是的 它事实上是很少的 我们看下面的图 就可以了解 来 我们在这个图里面呢 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呢 是 600K 900K 跟1000K 你可以看到 这个呢 它们在 不同的温度底下 它们所发出来的 这个电磁波 它们的强度 你可以发现 600呢 几乎是躺平在地上 900 1000 你可以发现 温度只要升高 它发射电磁波的强度 就会变强很多 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图呢 是1500K 2000K 2500K 你也可以看到 哇 2500K的时候 发出来的电磁波的强度 是比1500K 还要高很多 再来 我们来看 8000K 5800K 跟2500K 哇 2500K呢 看起来呢 它就等于是躺平 对没有错 所以呢 我们呢 温度越高 它发出来的 总电磁波的强度 就越高 这个呢 就是我们黑体辐射的特性 我们后面呢 会再跟大家 一起来解释 好 所以呢 从这里呢 我们要跟你说 就是在低温的时候 黑体主要都是红外线波段 温度压越高 可见光 跟磁外线的部分 才慢慢的增加 所以呢 当我们看到一个物体 从低温到高温的时候 我们会先看到暗红色 再来才慢慢变成橘色 再来看到是黄白色 好 那 这个图呢 我们刚刚 也跟大家解释过了 我们就继续 我们来看看 刚刚有跟你讲 从低温到高温 它是从暗红色 橘红色 再到黄白色 好 然后呢 我们 先来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调光灯 这是我们一开始 比较暗的时候 看起来就是暗红色 那我们慢慢把它调亮 然后变成这种 橘白色 然后呢 再来才是这个 黄白色 这样一个变化 这个呢 就是一个黑体辐射 一个特有的现象 好 从左到右 温度就越来越高 温度越来越高 它的颜色呢 不仅是 好 黄色绿色部分 会比较多 而且整个综合起来的颜色 看起来你看 这边大概只有红色 一点点的橘色 你可以看到 这是相当暗红色 好呢 这橘色的成分 就多了一点 这个呢 白色的成分再多一点 是因为我们现在开始 有一些绿色 蓝色的光线加进来 好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生活当中 我们会看到的 黑体辐射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说 在旧式的那种可以调亮光线的这种调光灯 那我们慢慢把光线调亮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颜色的变化 这我们刚刚有介绍过 再来 第二个 如果你有经过打铁铺 如果你还看得到打铁铺的话 你可以看到 在碳鲁里面 不管是木炭还是铁块 它看起来的颜色都是一样 第三个 烧陶瓷的这个窑里面 不管是你到埔里 那边去看 他们那边有所谓的蛇窑 你在水里 或者是在哪里 他们有所谓的蛇窑 或者是你到那个 我们说银哥那边 你还看到烧陶瓷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陶窑里面 在烧的时候 里面的炭火 瓷器 还有架子 他们看起来颜色都一样 那这个现象是谁发现呢 就是国际上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瓷器公司 Wagewood 这个创办人 他发现这个现象 比如说黑体不是这个现象 第一个发现的 就是一个烧碳的一个专家 不是烧碳的专家 烧陶瓷的一个专家 那第四个就是 我们有时候在烤肉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烤肉的铁网 如果炭火太近的时候 铁网跟炭火 看起来颜色也会一样 有的时候 你比较调皮一点 把喝完的饮料的铁罐 往烤肉乳里面丢 它有时候烧出来的颜色 也会跟炭的颜色是一样 好 最后 第五点 就是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其中一个项目 就是夏天的时候 穿黑衣服跟穿白衣服 到底有什么差别 第六个就是 我们会拍一段影片 让你来看看 什么叫做克克辐射计 那 中间我们1跟5跟6 都帮我们做DIY的影片 请各位学员继续看下去 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 灯泡的黑体辐射 一开始 我们将灯泡开至最亮 此时温度最高 接着再慢慢调按 其温度也跟着下降 我们可以发现 灯泡由亮白 转变成暗红 接着我们来看看 打铁铺里的黑体辐射现象 Matching 我怕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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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